因為只有一個,WORD,然後呢,類別的話是第幾類呢? 第二類,這有關於段落編輯的基本技能 了解段落,我想WORD應該每個同學都有用過 可是呢,你可能只會做一些簡單的東西 至於呢,比如說像段落編輯的這些功能,你大概會有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哪些問題 首先的話呢,請你產生題目 練習題目,202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它會跟我們講說,已經放在哪裡呢? C疊底下的ANS.CSF下,按確定 好,確定之後它會很貼心的幫我們打開來 這個路徑就是C疊底下的ANS.CSF 裡面會有個資料夾 打開來之後的話呢,這邊就會有一個題目 請你把它打開來,後面會有一個圖檔 這個是我們等一下會用到的圖檔 OK,那開起來之後的話 這個就是我的練習題 那我要怎麼樣完成 你可以先看一下 他說第一個,請你開啟有沒有 這個底下的這一個檔案 那就是我剛剛,有沒有 這個目錄裡面會有一個這個目錄 WP02,那02就是第二類 開啟這個檔案 那這個檔案呢,它跟我們講說開起來之後的話 它原來的是WPD對不對? 如果你做完之後的話,請你存成什麼呢? WPA就好了 就用另存心檔 存在同一個目錄之下 OK 所以將來各位呢 如果要繳交你的作業的話 就是直接把這個目錄 把這個目錄怎麼樣呢? 改名稱 改成 202 把它存在哪裡呢? 存在你的隨身碟裡面 那將來就會有202,204,20一時類推 一直到410 總共會有15題 一直到期中考之前 OK 我想這個應該了解吧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開啟這個檔案之後 要做哪些呢? 分別把1到5的這個部分的題目做完 那我們這部分題目就算成功了 首先的話呢 特別注意將來 設計的項目呢 請你特別注意一下 你的對象是做什麼? 設定標題 所以你第一個要先找到標題 做什麼呢? 左右縮排1公分 分散對齊 與後段距離1行 我們在想 這個功能在哪裡呢? 對不對 如果說你將來 你之前沒有學過WORD 也用過WORD 但是這個功能要怎麼做? 第一個請你找到標題 那標題就在這裡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設定段落呢 怎麼設定呢? 首先特別注意呢 你不用選取 有不要放在這一個段落就可以 那什麼叫做段落 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會有個什麼? 這個符號 表示說它是一個完整的段落 那這個段落的頭在哪裡? 頭在這裡 尾在哪裡呢? 尾在這個段落的結束 這就表示一個什麼? 一個段落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段 不是一行 看起來是一行 可是